西湾交流道衔接平面道路的大路口 车流量相当大 不过行人通行却不怎么安全 因为人行道不完整 行人穿越交流道路口 经常显向缓身 所以在借货乘情后 5号上午医院抓领服务处 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要求改善 平常时间不过来来往往的车子很多 再加上这一段的西湾路 只在单侧坐了人行道 所以对象行人只能像这样危险的雨车争道 尤其前面就是西湾交流道 要走过去得要经过两个沙道 真的很危险 好多里民反应 是不是能够划设斑马线 因为现在他们一直 里民的反应也非常的强硬 就是强烈 就是说过这个交流道 到这边到老人会 都没有一个安全感 那现在就是说 今天会会看 希望交通局主任帮忙 能够过这边 在这个设置一个斑马线 然后过到这个老人会这样 那我们在前段 我们又做连工的连行道 然后这段我们用铺泊油的色彩 来分别连行道 然后接着这一段 那也是要整个连贯来做连行道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斑马线的问题 那这个地段原来争取这个红绿灯 那交通局认为说 这样跟前面的红绿灯太密集了 在接获陈情后 5号上午 议员抓领服务处 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只是交流道下来的路口 划斑马线 交通单位认为不适合 只是要引导对面的行人 过马路走人行道 沿路却没有斑马线 让他们走 老人会这边 172号 做人行道 但是说在交流道的时候 划人行道 人家要过的时候 会觉得怪怪的 那现在 今天的会看就是说 希望 从173项已经有做了 人行道 再接上来到189号 然后现在 就再接过来 捷衣年代到211项口的时候 划斑马线 过捷衣年代的时候 再往老人会这样走 这样串联下来之后 人再走这个西弯路这样 也有比较有安全感 本来是里长的建议 是对面来做人行道 但是对面 他有交流道 可能会有危险行人的机会 所以我们没有考虑 我们现在希望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做斑马线跟停止线 让行人在这段时间 可以穿越的地点 当天会看之后 决定调整行人的行走 动线在211项口 划施斑马线 及停止线 让行人可以走安全的人行道 再过马路 到对面的老人活动中心 虽然得多走几步路 但是却更安全 记得程慧玲 细致采访报道